大概我在讲半小时 把这块讲完 然后你们做实验啊 现在呢 我们继续着上一节课咱们来讲 上一节课呢 我在这个服务器上 咱们已经把这个 什么装好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 IS软件已经装好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 这看清晰多了 是吧 清晰多了 大家可以看明目也行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 继续啊 继续 好 那继续做什么呢 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默认站点已经给它充值了 那么一会你们在第一个实验里面就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IS装好之后 验证一下默认站点是否可用 然后要默默的记下来 默认站点路径是哪里 好吧 那个记下来是C盘 initpub 下面有个3wroot 这是不是默认网站的这个 发布路径啊 发布路径啊 好了 接下来我们自己是不是要右键 对着网站是不是新建网站了 新建网站 然后点击之后呢 咱们点击下一步 服务器都这个套路嘛 描述嘛 这名字随便写 这个名称将是显示在这个位置啊 名称将显示在这个位置 其中名字无所谓 比如咱们写一个自己自己写一个吧 写个比如说 温库 啊 这个网站就是温库的官方网站 是吧 简介下一步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绑定啊 注意 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指定 别人你的80是开开了 这是不是写80呢 这是默认80 然后呢 上面的IP意思是说 意思是说 别人访问你的 别人用哪个IP 来访问你这个网站 那我这地方是不是写着未分配啊 未分配什么意思啊 给大家解释一下 如果我当天服务器上不止一个IP 比如说我这个服务器上 能不能配两个IP三个IP啊 服务器上可不可以有两块网卡三块网卡 这三块网卡都连交换机上可不可以 当你服务器上有多少网卡的时候 意味着你的有多个IP地址 那你要指定 客户技术通过哪个IP 进入你这个服务器的时候 是访问那网站 你要指定了 如果这个地方写的全部份分配 意思就是说 访问任何一个IP 都能实际上访问我这个服务器的网站 就是 温库这个网站 访问任何IP行 但是现在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呢 我当天就几个IP 就一个 所以你点哪都行啊 那就写十二一吧 第一个实验啊 下一步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主目录的路径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发布网站 你总得告诉我你想办哪个网页站点给他发布出去吧 那么点击浏览找到 那问题来了 我写网站了吗 没有 好了 咱们只能干什么 取消 这个向导现在放着 咱们是不是要打开我电脑 做一个网站去 啊 网站不建议放C盘了 咱们在D盘上放吧 好了 咱们在这建一个什么呢 也建一个 网站是温库吗 咱就写个温库网站 好 写好一个问任家代表呢 已经做好了一个网站 路径 打开之后里面现在没有网页 我们说得写网页啊 虽然我们不需要 会写详细的 但是简单的 咱们还是可以写一些啊 今天寄来 咱们去外部服务器了 就选几个标签 好吧 选几个标签 右键 然后选择新键 又是什么玩意 是不是记事本 点开记事本 然后名字 咱们写个 前面是不是网页名称啊 注意 如果你这个网页 是你整个站的核心 也就是首页 那么 专业的叫法 叫index 你说老师我就不叫index行不行 也可以 也可以 然后后边的扩展名呢 写两种 一个是htm 三个字母 或者是后边再加个l 是最标准的了 明白了吧 记住 这个扩展名 代表是个网页 好了 然后点 他问你确定改命名了 点是 然后这是一个网页 是不是就做好了 这网页里面有内容吗 没有 那我们现在就要去 编这个网页 那怎么编辑呢 右键点击打开方式 用记事本打开 看到没有 用记事本打开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开始编写这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呢 其实将来你们 学做网页的时候 这东西都不用写 基本上一个符号 按一下就生成了 就生成了 那咱们今天第一天嘛 咱们得学 学一些标签 好吧 学一些标签 这个标签 怎么写呢 大家注意看一下 那么 这个叫什么语言 叫html语言 也叫网页语言 那么这个网页语言 它一定有自己的 专业术语的语言 那么这个语言叫什么 叫标签 叫标签 那么这个标签 叫网页标签 也叫html标签 那么这个标签怎么写呢 一般是 两个括号 括起来 中间 写这个标签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呢 底下写个结束 结束的时候呢 会不会写什么 复号呢 写杠 代表呢 这个标签结束了 那么有开头 有结尾 我们称为这个标签组合 叫闭合标签 叫闭合标签 他有因为他有开头 有结尾 啊 那这个东西老师我不太好理解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明白了啊 咱们看一下我正式电脑里面 是不是打开浏览器了 打浏览器 这个我得给他缩小一下 啊 现在你们看到那个 看到我是不是写个闭合标签啊 就看到网上这个网页里面内容 这是这个网页窗口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啊 这个地方 绿色框 框起来的 这个绿色框框起来的整个网页 就在这个标签里面 是不是atml 是不是代表整个网页啊 好 接着来 接着来 接着来我们再写这种标签呢 我们肯定在写一个 在下方 再写一个闭合标签 什么东西啊 什么title sorry hide 然后呢 再写个 -hide 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在网页里面是个整体吗 如果把这当当成一个人的话 这里面是不是有头部啊 说脑袋以外还得有什么呢 好了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网页的一个主体 网页开头 网页结尾 然后网页里面包含头部和什么身体 头部里面有很多内容 今天你们先简单理解为 头部里面包含什么东西啊 大家看你们经常访问百度是吧 有没有发现这个 在这个网页的标签这个地方 是不是写了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啊 这个地方属于网页内容吗 网页内容是什么搜索这些东西啊 上面这块叫什么呢 叫 Title Title 这个是Title 属于脑部里面的东西啊 而底下 你看到网页里面所有的内容 都是在body里面啊 所以说 看 在这个地方 啊 我们说整个这个是不是叫atml啊 上面这些 上面这个你们可以理解为是在头部里面 而底下 你能不能看到的 哎我的图标呢 这个里面 这是不是属于在body里面 明白了吧 在body里面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啊 继续来看 在hide里面呢 有很多东西 你比如说想让别人能够快速的搜索你这网页啊 假如你这网页已经上线了 你想让让别人在百度上能够快速你搜温库出来我这网页 那需要在这个地方做优化 什么搜索引擎啊 这样咱们先不碰那些了 比较复杂了 那么在这呢 咱们在hide里面 咱们就写一个标签 是不是又是一个闭合标签啊 这个闭合标签写的是不是title 哎这个标签呢是一种语言了 里面写了什么呢 写一下啊 欢迎 访问 好吧 写完这个东西之后呢 在board里面 是不是别人要访问的内容 在board里面啊 啊 啊 写一句话在board里面 对吧 OK 写好之后呢 咱们 点一下文件 点保存 是网页就写好了 写好之后咱们把这个技术怎么着 关掉啊 关掉之后呢 怎么测试下这个网页成功了 咱们能不能双击这个网页直接先运行一下 那这网页 大家可以看到啊 首先在网页的上方是不是有个标题 欢迎访问文库集团观网页 然后底下写什么 这是什么内容啊 啊 是飞哥意思 文库集团 别忘了 还得开始写 OK 好了 你看这个 咱们XP里面的2003浏览器太刺了 那种东西都咱们先不管它了啊 好了 这网页已经写好了 写好之后呢 现在我是不是要想把文库的网站发布出去啊 怎么发布呢 咱们可不可以回到我们的IS这个步骤上来了 路径 然后呢 点击浏览 浏览 浏览 找到地盘下的 我们是不是要发布文库这个站点 然后点击确定 好了 然后点击 下一步 然后这块呢 说允许下载全线 那问一下我这个网页需要别人改吗 读取全线就可以了 我刚写的网站属于静态网页呢 还是动态网页呢 我这个网页后台没有数据库 它能跟你互动吗 能登录吗 能搜索东西吗 他不能跟人间互动的网页 我们一律叫静态网页 比如说 老师 那我让这个字带来回跑来回飞的上动态网页吗 不要以为这网页里面能动 他就是动态网页啊 他必须有能够跟你互动 那么要动态网页的话 需要动态语言 那么那时候 他们才会用到这些东西 咱们先读取不用动 下一步 完成了 完成完成之后呢 在左侧这个地方 除了默认网站以外 咱们属于新建议网站 好请问现在80当中后打开没有 这个网站刚才已经打开80了 而且允许别人通过121来访问我 好了现在咱们在这边来访问一下 访问一下 看能不能成功 好 咱们在这呢 再敲敲回车 回车 结果呢 怎么着 很显然 这回失败 但是呢 这个也有点太慢了啊 好 哎 这个不对 我刚正传球员不应该谈这多少话啊 他说让我输入账号密码啊 网站说了你方公里输入账号密码 是吧 你们那应该不会出现的情况 我这会操作可能刚才误操作导致了啊 注意 这问题怎么解决 网页一般情况下是不是不应该谈出这个东西来啊 一般我们访问京东淘宝 你只要不敢登陆的话 默认说首页应该是可以拟名访问的 就不需要输入账号密码 只要拟名访问 那么怎么开通拟名访问啊 正常应该是默认拟名访问的 今天我是出现状况了 顺便给他讲一下 对准这个网站右键点击什么呢 属性能看到吗 属性啊 在属性的上方有一个目录安全性 在目录安全性里面 有一个允许拟名访问资源 咱们点击编辑 有没有发现对话没勾上啊 启用什么 拟名访问 然后底下是不是有用户名啊 给他简单解释一下 那我们发现用户名后面是不是我的计算机名 前面是不是出了一个i user 这个用户名我见过吗 这个用户 他已经存在了 我告诉大家这个用户什么是存在的 是刚才我 安装iis的时候 iis自动的偷偷的 在我电脑里面 在我服务器里面 新建一个用户 这个用户 就叫拟名用户 你明白了吗 这个拟名用户的 微软的拟名用户就是i user开头的 他建议用户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你启用拟名访问之后 当客户机 访问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服务器啊 服务器你是不是肯定得让别人访问 说你访问我服务器 你得输我账号密码 当然了 我现在开头女名访问了 OK 我给你个账号 你用这个账号 这时候其实服务器偷偷把这个女名账号 是不是给了客户机了 客户机在假装把这个账号再发给服务器 服务器说OK 对了 访问吧 但实际整个过程中呢 客户机说没有弹出对话 放那你书账号密码 能理解吧 所以建议大家网页一般开启你的方法 好了咱们点击 确定 确定 好了 咱们再去这边来看一下 刷新 然后出现 是不是没有 没有在出现 书账号密码呀 但屏幕上出现一句话 Directory Listing Denied 这是啥意思呢 墓里面被拒绝是吧 看我这服务器这有点问题啊 我刚才在这个地方 来我就拿看一下地盘 这跟全线有关系了啊 右键首先看一下 这个东西我没动过 好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啊 刚才呢 咱不管报什么错 他一定是有个问题的 接着看 右键属性 还是右键属性 有没有发现 除了目录安全性以外 这还有个什么东西啊 主目录 你看这个网站 这个页面咱们能看懂 该网站的描述 该网站绑定的IP和段号 对吧 右侧的一个主目录 显示这个站点指定的路径是哪个路径 一盘下文库对吧 然后呢在右侧 这是一个文档啊 在文档里面 是不是 里面 文档什么意思 告诉别人 我这个网站里面哪个是首页 这里面有没有index.html 有没有 没有 那么这个文档这个列表什么意思 就是当用户 在访问我的时候 那我这个网站里面有这么多网页 我把哪个网页发给客户呢 那么这个页面就叫首页 而在这个地方文档里面我们叫默认文档 目的就是用来指定首页的 而这个地方你没有指定哪个人首页 所以说他无法找到 咱们点击添加 告诉我的网站 印带的是点 这是我的首页 咱把它挪到第一位 然后确定 我预测他还会出错 刷新 行了 就可能那个权限没问题啊 好了 总结一下我刚做了几步 首先先把网站做好 是不是写网页 第二步打开IS 说把默认网站给他禁用 然后自己添加一个网站 添加网站还不能访问 是不是启用你名访问 你们应该不用做 你名访问应该让默认勾上来 然后呢 最后一件事情是不是设个首页 其实最做的一个 发布的一个竞争网站最简单了 新建站点 建完之后呢 右键首页把他默认首页给他加上去 就出来了 好呢 不信了咱们再写一个网页啊 再写网页 咱们在服务器上呢 再做一个 怎么做呢 打开我电脑 咱们在地盘里面 咱们能不能快速做一个再复制一份 复制出来这个不要有中文啊 咱们比如这个写的是NBA 然后右键点击 打来方式咱们用技术文打开 在这个技术文里面呢 这个标题改改 这个页面呢不叫欢迎了 说一下NBA啊 底下什么呢 啊 这个 Rawcase Rawcase 这个 总冠军关键是当时未写是吧 总冠军 在2019年到2020年这个赛季啊 总冠军啊 这是另外一个网页了啊 写完之后呢咱们点击关闭 点击什么呢 保存 好了但是你会发现 客户在访问的时候呢 咱把网页关了啊 关了之后呢 咱们再打开网页 输入10.1.121 它只会看第一个页面 因为第一个页面是不是已经被我们定义为首页了 如果你希望那个NBA是首页 OK 那么对准这个网站 怎么着啊 右键点击什么 属性 然后呢右向角这个文档 在这个地方呢 啊咱们得添加一个可以了啊 添加一个NBA.atml 然后确定 把它挪到第一位 优元级最高啊 优先给客户看这个页面啊 那么这个就变成首页了 好我们在这边呢 再刷新不管用啊 因为这个 老流浪 这个浏览器太老了 它这个老有这个缓存啊 咱们打开网页重新打开一次啊 有没有缓存 是这1.1.1回车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显示这个页面啊 标题是NBA 下边是 哎 说的我自己都信了 是吧 会发布了吗 这是你们第一步 是不是能够成功发布一个网站 接下来我记住啊 这是第一个实验 能够成功发布第一网站 这个第一个实验做完了 第二实验 我要写第二网站 一个服务器如果只发布一个网站实在太浪费了 对不对 我现在公司又做了一个业务系统 不是官方网站是业务系统 大家可以登上去干什么呢 可以 浏览公司的一些这个这个资源啊 包括上传一些东西啊 我再做一个网站 那这网站的话 咱们就别重新做了好吧 啊咱们也不是专门写网页的 这样一会我提供你们一些素材好吧 啊我之前写好过的啊 我经常用它 啊 行 你们有你们有你们的 行啊 现在我还没讲动态了呢 你们就先发布精彩就行啊 在哪呢 在software 就用这个吧 flower啊 大家看这个页面是不是我写好的 是吧 我现在把这个flower 把这个flower 咱们点第一步松手 拉到我们的虚拟机里面来 哎 怎么不弹呢 哎弹了啊 弹了 没桌面 哎 放在这吧 是不是卡不来了 咱们再把这个flower呢 剪切一下 拿出来 你不能放人家账点里面去 对不对 这个flower不是我刚才写的 是我以前做好的对吧 flower里面很显然里面是一个网页 flower.html 是吧 好 那么这个flower页面啊 现在我要把这个账点发布出去 首先我们是要把flower这个文言家发布啊 发布完之后要告诉自己 是不是这个是首页 你看我这个首页就不标准了 是不是没写in-dex 无所谓 一会咱们在末日文档里面是不是添加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来做啊 怎么来做呢 我们是不是打开我们的 哎 打开03 我们打开 IS啊 然后我们对着网站右键点击什么啊 先进行网站 那网站的话咱们点击下一步 这就回车吧 然后写个flower 回车 那么这个地方 注意 这个IP刚才说已经被人用过一次了 我们点下一步啊 就不管了 继续点下一步 路径发布谁啊 浏览 找到地盘 找到flower 好 点击确定 好了 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有个拟名法问 这次自动勾上了 刚才我不知道为什么 刚才我可能误操作 把这句话说去掉了 其实这个东西呢 一开始是不是默认就已经允许了 啊 就不需要输上密码 啊 怎么回车 然后这个权限也不需要啊 也是咱们进行回车 然后 完成 做好之后呢 有没有发现一个状态 那你说怎么停止呢 右键点击 启动 还不能启动 因为呢 你的IP和动用号已经被温库给占用了 也就是说 每个网站是要绑定一个IP动用号的 告诉世人 那我这个网站 已经跟我当前这个服务器的那块网卡的 10.1和80 绑定了 当别人访问我的 10.180就是访问门库 那你如果说你硬生生给他绑定上 当客户再访问10.180的时候 那我这IS就懵逼了 IS就说你到底想访问我 这个网页和那个网页 他说你没法区分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什么无法启动 启动不了 怎么办呢 必须做出改变 第一种改变是什么呢 你要让他两个绑定的是不一样的 否则他启动不了 那怎么办呢 第一种方法 这是第2实验了 第2实验你能够充公把这个网站给他发布起来就可以 那么第1种方法的话呢 咱们 可不可以给我这个训练机啊 给我这台训练机 这个03再装一份网卡 行不行 啊 那怎么做啊 怎么这么多无线件 啊 我知道了 好 网上邻居右键属性 教给大家啊 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一般情况下服务器一般就一块上看 那我们今天做实验的话 你看我当天这个服务器地址右键属性 地址是不是 121啊 取消 再双击一下 我地址是不是121 我像临时给我这网卡在 再 配个IP地址 点击这个按钮 在网卡这个配置IP页面点击高级 然后上方是不是一个IP显示当期的IP地址是121啊 然后这个什么东西 添加 写实的一点点2 啊 实一点点2 然后呢 自我研码 是 给你添加 有两个IP 当然在这看不出来啊 配合之后你怎么验证一下IP生效了啊 CMD 咱们询问命令哪堂命令查看IP地址 是不是 很轻蔑的我们出现 本地连接IP多少 是不是两IP啊 可见在这个GUE网里面我有两IP了 你们访问试着2也是我 访问试着1是不是也是我 我有两IP了 我有两IP了 然后呢我们打开IS 打开IS 我IS呢 在这 在这呢 Flow 启动不了吗不是 右键点击我们的属性 然后呢在上方的 这是不是一个 第一个 网站 这是个地址啊 萨拉态单 帮的哪个 帮的这个 哎 逢12 21的80是缝了你缝12的80是缝了我呀 好咱们点击 确定 然后再右键 启动 是不是启动了 看明白了吗 然后呢 你们打开这个命令行 然后输入 一条命令 nata state 放音 看一下 往上走 往上走 这个80 它只只能显示0.020啊 那我一下走走一个 只有访问才能看到啊 那我们就访问一下 访问一下 访问一下 验证的效果 访问121 咱们刷新一下 是不是访问这个 那个温库那个集团的网站 是吧 我们现在把地址改了 赶上几啊 0.2 没错 好 我刚忘了做啥 好给他加起来 故意的啊 加起来意见啊 大家懂得行了啊 刚才这个flow 我是不是只是 把这个网站新加完之后呢 是不是右键首先忘了 给那个默认文档啊 你得告诉他哪个是手印啊 flower flower点 别扭啊 flower点 啊 为了表达我对NBA的喜爱 大家可以看到 这什么手艺的内容 一般我随便瞎编词 一般一定是有NBA的 好 那这个网页咱们也都成功访问了 是不是这两个网站 就已经分开了 好 接下来再来 那这个用两个IP 是不是还有点麻烦 用两个IP比较麻烦 那么干脆这样 不用两个IP了 咱们有另外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IP相同 另外一种方法的话 咱们还是一个IP 因为一个服务器放两个IP 虽然有点不稳定 咱们放一个IP地址 那多少号数就做出改变来了 还能用80吗 用什么呀 用什么都可以 只要不用80的想 一般情况下 工程师喜欢用什么呢 80后面再写个什么 8080 808181828083 或者有些人还喜欢用什么 用8000 总之四位的啊 当然还有一些 我不太建议 什么8182 为啥呢 因为不建议使用1000 100020几来 忘了 1000多少号以下的 都是被国际上已经预定了的 不建议你随便使 1000以上的你可以随便使 明白吗 当然你不会有3389了 3389也别别人账了 对不对 比如大家写个8000吧 写个8000啊 咱们点击确定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这个端号号啊 Net-state-in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这个服务箱除了开这个80以外 还开什么端号 而且开放了两个端号啊 然后我们再去访问这个啊 再去访问这个 浏览器 输入 10.1.1.1 是访问这个网站 然后同样这个IP 这个端号由于获得是访问80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 强制让他访问808000啊 那么怎么做呢 在12月1后边紧跟英文的冒号 写上80 来本8000 没撤 是不是访问这个 FLAW这个网站啊 也就是说呢 我们强制访问这个服务器的 8000多号 来指定访问你哪个服务 那么这个段号由于是跟FLAW网站绑定的 所以成功访问了 好 现在同时发布 在一个服务器上 同时发布 多个站点 我们学到哪种方法呀 一个是不同的IP相同的号号 一个是相同的IP不同的号号 对吧 这两种方法的话 仅限于做测试 因为甭管哪种方法 都会给客户带来不变 你第一种方法的话 客户是不是得寄好几个IP啊 第二种方法的话呢 客户还得寄短网号 一般客户也不懂怎么加短网号 你要教给他怎么教 那如果人多怎么办呢 所以说 切两种方法 不是不用啊 工程师里面 经常用这个短网号来测试 因为他同时发布多个网站做测试 只能用不同短网站 来发布多个网站 那现在的话 我们来讲第三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就简单了 我们是不是昨天和今天上午刚讲的DNS域名啊 你们这两个网站啊 不是只要有一个不一样不就行了吗 IP我让你们一样 多少号也让你们一样 但是两个网站绑定不同的域名 绑定不同的主机名 听明白了吗 这时候我还记不记得 我说3W.百度.com 后边那个百度.com 是不是属于域名后缀啊 前面那个3W.6 说代表主机名 对吧 而那个主机名说代表一台服务器 好 现在我开始做这个事情啊 做这个事情 那怎么做呢 来看 首先 第一步 在2703上啊 在2703上 咱们右键 点击 不是 右键啊 点开我的电脑 打开工区 哎 不用了 我DNS是不是装了 点击开始 一会你们得装啊 管理工具 DNS 巧了 哎 刚才我是不是停止这服务了 好的 不是一个 所有论务 这是手动解析啊 所有论务 是不是启动啊 看到这按钮了吗 启动 好了 5302号都打开了 刷新一下 刷新 好 点按服务器 你们有两个解析是吧 咱不要它了 这两个咱们不管它 我现在能不能再新建一个区域啊 负责给那个 咱们给两个网站起个名字吧 第一个叫3w.com 第二网站叫3w.flow.com 我们就右键新建区域啊 咱们就用上了 下一步 咱们后面写什么呢 下一步 然后是温库.com 是不是得建这么一个区域啊 啊回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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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车 然后再右键新建一个 回车 flow.com 对吧 好了 就出了两个区域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在这个区域里面呢 新建一台主机 新建A记录 我希望写个3w 这个地址 今天这个实验不能瞎写了 以后别人用这个区域解析 他应该解析在哪个地址 今天这个实验 咱们是两个服务器放在一起 说得指自己可以了 10.1.1.1 好了 好 咱们点击完成 然后在这个flower里面呢 咱们右键新建主机 3w 10.1.1 是不是还是这个地址啊 确定完成 有问题吗 都是3w 三个主机名 但是说在不同区域里面呢 不同区域里面啊 好了 我现在DNS能不能复得解析了 然后我在XP上干什么呢 是不是指DNS啊 我好像指了啦 支持 指了没 没摆给他服务器 是吧 都不用做了 你们得接着指啊 那我就能够解析了 能够解析了还不行 那我们是不是就回到服务器上 这相当于是能够解析了 然后再回到服务器上 做我们最应该做的那个事情 找到IS flower右键点击属性 然后在我们的这一侧 地址 短短话再给他改个什么 这两个不变 然后右侧有个什么东西呢 高级 在高级里面选中他 是不是地址 我这个网站高级里面 绑定这个IP 绑定这个动论号 我还要绑定一个主机头 主机头值 然后呢 选中这个 不要点添加 点击编辑 然后这是个主机头值啊 3W点 这个是flower是吧 你写个flower点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当一个请求到达我这来的时候 你光携带这个IP 这个动论号还不行 我还要看看你在浏览器里面 那个地址楼里面 说的是不是这个主机头值 如果是这个主机头值 全部满足了 我才认为 绑定组合有效 你是防御flower这个网站 好 咱们确定 确定 确定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温库网站上 右键 点击属性 然后呢 右侧点击高级 选中 然后点击编辑 那这个地方积入是什么呢 咱们拿我点温库 点贯目 然后确定 确定 确定 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 咱们右键刷新一下 这两个网站停止了吗 因为它有不同 相同的IP 相同多少号 说不同的域名啊 这时候要求用户 是不是有域名来访问 好 那我们在用户这块来啊 咱们把流量器给它关了 然后呢 我们再重新打开我们流量器 输了 www.wmcoo.com回车了 说访问这网站 是不是跟平常上网一样了 自己的一个小通贷系统 公司自己的DNS 自己的网站 说自己可以给自己解析 哪怕现在互联网 没有这个域名解析 咱们自己可以玩 是吧 然后呢 www.flower.com 这互联网能上网 这是自己的一个生态网络 好了 自己给自己解析 自己给自己写网站 看明白了吗 那这时候 我是不是发布再多的网站都可以了 再多的网站可以了 这时候我就可以自豪的告诉员工 以后你们访问 www.wmcoo.com 咱们公司网站 flow.com 咱们公司某某业务系统 好了 这个是同事发布多网站 大家看明白了吗 你们现在要做的实验是什么呢 是不是能够同步发布几个网站可以了 然后三种方法都尝试 第一种是不同的IP 第二种是不同的号 第三种是不同域名 这三种方法大家都试一遍 这个实验就算做完了 好吧 然后呢 我再给大家说那个发布动态网站的事 好吧 先把这最基本的掌握了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几点 注意绑定的问题 第二的的话 是不是你得有网站 第三步不要忘了 设置那个默认文档 防它都忘了弄 然后呢 你们要为了简单一点 我可以讲一个简单方法 刚才我给这两个网站 新建网站的时候 我是不是后期给它加上域名啊 那其实你们在网站右键 新建网站的时候 下一步 描述随便写的描述啊 然后再下一步 在这个绑定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写什么 是不是绑定域名了 来完成 好吧 好了 接下来的剩下的时间 你们干什么呢 就做 好 但你们跟我不一样啊 你们得从头做 开讯金 还原快照 开讯金 装软件 配IP 然后呢 最后 同时要求你们同时发布 两个以上的站点 用这三种方法都试一下 好吧 好 然后呢 一会儿做完之后 咱们随机抽查同学 咱们大家一块儿看看他的屏幕 做得怎么样 好吧 然后呢 咱们这会儿开始做吧 谢谢大家 咱们这些人 咱们这些人 咱们这些人